记者刘怡婷,综合报道大陆女星沈梦辰自选美比赛出身,在歌手担任经纪人打开知名度,和快乐大本营杜海涛交往超过6年,感情相当稳定甜蜜,自前男方才在恋爱实境节目中松口希望可以早点成家立业,双方也已经商量好婚旗,近来飞往欧洲出席活动时,更被目击拍摄婚纱照,引发外界猜测好日子应该不远了, 沈梦辰进来和杜海涛一起,飞往西班牙巴塞隆纳,参加婚纱时装周,引人注意的是,除了工作之外,他被目击穿着浅蓝色梦幻婚纱,在阶梯上和男友拍摄婚纱照,被男方一手搂住,眼神流露出满满幸福,加上双方父母也都在场,画面在路网风传开来后,引来不少粉丝也惊哭,是要结婚了吗? 另外引发热烈讨论,请继续往下阅读,沈梦辰,杜海涛被募集在巴塞隆纳拍婚纱,图,翻设字秒拍前阵子在节目女儿们的恋爱上,沈梦辰曾向杜海涛感性告白,我觉得海涛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爸,第二个最爱我,最疼我的男人,谢谢你这六年来把我们呵护得很好, 让我做那个最开心最快乐的我,被准岳父问到结婚具体时间,杜海涛坦言,其实私底下有何何炯,光寒聊过这件事,光寒也帮我们选了一个日子,婚期似乎已经定好,至于详细日期,她与戴神秘地说,好像就是,女儿们的恋爱第二季开播的日子,面对主持人追问,你说的是定婚吗? 杜海涛仅表示,反正会有一个幸福而又甜蜜而又隐秘,充满着秘密这样的一个仪式会给大家,当时并未明确点出结婚日子,如今两人被募集拍婚纱,随即引来外界揣测好日子应该不远了,掀起粉丝高度期待,沈梦辰,杜海涛交往超过六年,感情依旧甜蜜如初,图,翻设字为博,杜海涛,沈梦辰来斯,布洛克阿兹,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